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摸了摸鼻子 再看下文件事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空白的文件已经写满了文字 而且字迹竟和自己一目一样 他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又拿起一份空白的文件 使劲打了一个喷嚏 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手里空白的文件又全部完成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喷嚏造成的 难道自己有了超能力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 水哥拿出了一个苹果和一支铅笔 心里想着 削掉铅笔 吃掉苹果 然后使劲打出一个喷嚏 果然 铅笔已经被削掉 苹果也只剩下了盒 水哥不由的窃喜 他来到打印机前 一个喷嚏过后 将接下来几天的文件都打印完成 水哥激动的嗨了起来 他开始随心所欲的使用超能力 而在超能力的作用下 水哥的工作很快接近卫生 他刚想打最后一个喷嚏时 突然开始流鼻血 随后开始控制不住地打喷嚏 与此同时 桌上的苹果盒瞬间腐烂 水哥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身体开始迅速摔了 瞬间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原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用超能力完成心愿 那么这个代价就是生命 水哥开始后怕 他想赶紧离开这里 可是他已经走不动了 他坚然地朝门口爬去 眼看就要到门口了 他又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转眼 他就变成了一堆白骨 影片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也有一次可以让时间快进的机会 那么 你会选择在什么时候使用呢 好的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快进人生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